嗨,我是丹丹 我现在在等儿童节等下接我一起去吃饭 因为最近我两个朋友 Steven跟Marisa他们在台湾玩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问题 要问儿童节 这个问题是 我问是个问题 哦,所以 为什么当你走到San Francisco 到Taipei 它需要14时 但从Taipei到San Francisco 只有11时 请帮助我们走 他们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在同样两个城市 可能也是同样的机型这样飞来回 可是飞行时间会差那么多 然后我觉得好像也是跟旅客蛮有关系的问题 所以我等一下会问个童节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在车上录 所以可能会有点暗 大家就请用听广播的概念来看这个影片 然后童节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因为高空有高空风啊 有时候这些高空风速度很快 就是所谓的喷射气流 Jetstream 速度可以快到时速100多海里 那喷射机其实在高空真空速大概就是 也是400海里左右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乘着这些喷射气流 那通常去 从台湾飞美国西岸 北美西岸的话 都是乘着喷射气流 就多了很多额外的速度 所以就省了很多时间 那回程的时候变成是 一路逆着喷射气流 逆着逆风 所以速度就变慢很多 就要飞比较久 那你为什么回程不能绕路呢 为什么要逆着它飞呢 当然可以绕路 然后避开这些喷射气流 那你多绕路 结果要多飞比较长的距离 要结果还不是一样的 哦 那所以来回的 有可能会选择不一样的感觉吗 对啊 有的航路是单行的哦 那 往车只能往东或往西飞 对 哦 所以比较喷射气流的位置 都稍微不太一样 所以 无不见得是去跟回 都是飞同样的航 那 也几乎不太可能是 永远都飞大远航线 就是球体上 两个距离最短的航线 最近 也有人说 就是 飞行时间来回不耐用 可能是因为 有些机器喜欢的 全速前进来 可能他太想见到我们 这样 可能会因为这种原因吗 嗯 基本上 不太能嘛 因为 你会不会因为太不想见到 我就会开很慢这样 你说为了多赚一点加班费 哈哈 这很难啦 因为其实 加速或减速都会造成 额外的染料的消耗 一个最佳的经济速度 以上或以下 飞更快或更慢 都会让飞机比较耗油 那今天这辆飞行能带多少 尤其飞行的决定吗 那你们的那个速度是 就是有被固定 他给你的Range 你只能开在这个 算你刚才说的最佳的速度 还是你可以决定 飞机上有航行电脑 会算 嗯 当下 以当下的重量 跟一些参数啊 那这个参数比较复杂 我就先不体验 叫Cost Index 当下 根据这个参数 跟当下的打击环境 跟当下飞机的重量 有最佳的航行的速度 最佳的巡航速度 嗯 那如果是冬天跟夏天 会期时间有什么 突然以台湾飞北美西岸来说 北美洲啊 嗯 冬天的噴射气流 比较偏北也比较强劲 所以这个时间差 会变得更明显 去的时候时间会更快 灰尘时间会更慢 夏天的时候噴射气流 减弱然后比较难移 然后 所以变得不会那么明显 我们当机场了 我也差不多问完了 然后 我们如果有类似的体验 或是相关的问题 也可以留言问我 就见咯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千里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